今天此时此刻的心情 我好像只有两个字 感谢 首先我想要感谢的是我自己 我为自己创造了身边的一切 然后一点一点的又去理解了一切 就说最近吧 太多的意外之外的惊喜 发生在我的生活当中 我的工作室 我的朋友 我自己身边的这些所有的关系 和我以前不是特别喜欢去分享 我觉得有四个字很有意思 想要跟大家分享 对 是凤凰涅槃 我现在的感觉就是说 感觉到 就现在的我 记得曾经的我 可是它跟曾经的我 完全又不一样 跟变了人一样 但这个记忆当中 又保留了曾经的我 然后说有一切都变得如此的美好 刚刚在分享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 在狂喜的时候 会有一个感觉 就是说 爱 哪怕执着 它也是一件好用的不得了的事情 因为这里将近一年多吧 因为在这之前 我就一直觉得 生命当中不断的出现各种各样意外之外的惊喜 哪怕是很小很小的事情 买个菜 坐个车 见个人 都有可能 所以就是这话有点说不完 然后慢慢的 我会将所有的这些意外之外的惊喜 的感觉 都收集起来 放在心里 然后就会形成一个习惯 说哇 原来这个意外之外的惊喜 是可以培养起来的 就像你在种一棵草一样 这棵草的 这个花的名字就叫 这个花的种子就叫意外之外的惊喜 那其实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的话 我觉得所有的植物确实 如果说你没有见到它之前 那一切都是意外之外的惊喜 因为你不知道它那片燕子会长成怎样 我不知道自己今天真正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我只是想要表达一个小时之前 那个快要把我弄炸了的狂喜和快乐 然后今天的我突然间就会特别想去欣赏所有的一切 然后包括我的一些群组里面的所有的人事物 之前好像觉得自己没有时间啊 没有那么多时间啊 然后没有就就就就觉得是好多事情要做啊 现在没有就觉得任何事情都是要去赞赏的 要去分享的 要去和人们去交互的一个过程 然后是真心的 我觉得这份冲动让我自己很为自己感到骄傲 我现在变得不像原来那么腼腆 好棒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所以真的想对见到这个视频的人说 执着其实也一件很好用的东西 当我执着于生命就是意外之外的惊喜的时候 那么这一切真的会成为一种习惯 然后所有的身边的人事物都在你完全没有期待的状态之下 给你带来意外之外的惊喜 一只一锅汤 碰到了一次寒暄之后的结果 然后每一次在互动和沟通当中 勇敢做自己认真做自己之后 真实的去表达自己的过程当中的各种各样的 如果说用一个非常可以描述的话题的话 我觉得应该算是 就怎么说 让我来想一下 这种感觉是 所有的智慧力量勇气 在无法想象的情况之下 从我的内在流露出来 然后反应出来 然后用起来 就觉得自己的身体进入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状态 然后不管碰到任何的困难和问题 就真的知道说这一切真的不是说说的那句话 就是是那种感觉说一切都是刚刚好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一切都是意外之外的惊喜 我觉得这种感觉很难用言语来表达 但是我还很愿意拿这张小嘴哒哒哒哒的去讲 去告诉自己 也就是把这个时刻留下来 所以无论你是想要做什么 真的人生真的是和自己和解的过程 我想说的是 我们越能够接纳自己的每一个面向 那么你就会变得更加的有力量 哎哟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了 就这么表达吧 祝大家幸福快乐美满健康 爱你们